吃一群的大餚一群 我們的洗腦臨亂 推動 慈懲來點贊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擔任點金官 循著開光儀式替龍舟點金 祈求航行平安 拜 獻 除了開光儀式 季江儀式也馬虎不得 在道士的引導下敬酒拜三聲典禮之後 三聲樹果都要拋向大海 灑熊黃酒 象徵對大海的尊敬 今年為了推廣 身心在者全力公約 落實亞洲最有愛的城市 龍舟塞特別增設 動物愛主別 邀請了身心障礙團體 和特教班學生組隊參加 今天所做的就是一個 今天 還有憲定 感謝所有的長生可以保佑我們 班務界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很大的節約 這個機會取消團員 那基隆師傅今天也辦了很多的活動 特別增加了一個不障礙空間的設施 讓每個人都可以來船這個船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座的跟我一起來做這個儀式的 我覺得我們都很棒 我們一起希望台灣的國運長龍 希望基隆的食運長龍 以大型龍舟版來辦理 那它是比較偏趣味式的滑獎運動 我們今年有29隊 大概有五個組 分別是國中小各一組 還有全民歡樂組 還有動物愛組 動物愛組裡面 我們又幫他分成了學校組 也就是集中式特教班 以及社會團體組 今年參加報名的隊伍也非常踴躍 在動物愛組這邊 今年第一次辦理就已經有七隊報名參加 社會組有五隊 那學校方面也有兩隊集中式特教班來參賽 那主要是我們都會有協助的人員 那以及水上的救生部分也都安排得很完整 會讓他們安全無遺的來嘗試 龍舟嘉年華會將在21號在海大小堤碼頭登場 除了大型龍舟版區域競賽之外 也邀請了餐車協會到場提供美食 歡迎民眾全家福老西幼一起來參加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